Hello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你这么觉得我的手段吗 嗯 我们要讨论就是说一些每个人 不是我们两个最讨厌的三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讨厌的事情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讨厌什么你先说吧 我最讨厌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 上厕所 我非常非常讨厌上厕所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应该连接人说 我第一讨厌上厕所第二讨厌吃饭 那你讨厌喘气吗 我觉得这是浪费时间的原因是 就让我能忍着 只要能憋住我就不选择上厕所 有的时候就明明出门的时候 其实也上个厕所 甚至出门再找卫生间麻烦 但是我就选择不上 难受吗 这还好吧 如果想如果我可以不吃饭 你会不能上厕所 这是最好的事 我第三个讨厌的事就是手机充电 当我的操作 我非常讨厌手机充电 我手机一般都用到4% 4% 3%的时候我在冲 你讨厌的事吗 你们奇怪 对啊 这是很奇怪 嗯 你说你讨厌什么 我讨厌熊孩子 特别是 那种特别爱吵闹的那种 在公共场合 我讨厌熊孩子 都没有在七岁八岁逃狗心 然后在公共汽车上面 或者在火车飞机上面 大家都在休息 那小朋友的声音又比较尖锐 然后他们扯着嗓子喊一声 特别在火车上就小朋友就很神奇 他睡得又晚 但是他起得又早 你原本都想睡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一直闹一直闹 然后你就睡不着 本来特别喜欢小孩子 但是我特别讨厌诈唬的小孩子 因为一般小孩子都挺乖的 他就长得特别可爱 然后还想捏了一下 他要长得可爱 要是他诈唬一点 你喜欢吗 那你第二个讨厌的是什么 第二件讨厌的是 就是习碗 我喜欢做饭 但我讨厌习碗 从来应该买个洗碗机的 那我做饭为什么你这么希望 我不做饭吗 对不对 做饭吗 我做我怎么不做啊 第三件事就是看电影 我觉得看电影是一个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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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无聊的一件事 扭曲那有的时候你看看电影 你看一个电影 一个多小时两小时 坐在电影院都无聊啊 浪费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 我都想着要 那上次我看的有什么时候 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这个是个 提点要求很高的电影 我都说了 我说一般人睡着了 我说不是粉丝看不懂电影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去呢 还浪费我就让电影上去 嗯 也就是我讨厌每次那件事 讨厌不讨论哪个话题 我觉得你的还好 我觉得一般人是不是没有人 讨厌吃饭和上三所的 我喜欢吃饭 好吧今天就到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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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儿看笔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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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